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纳伊瓜因的买家 目前也就只有中超球队愿意支付这个价位 媒体还透露 尤文图斯正积极凑合 伊瓜因与中超球队的联系 也希望尽快达成协议 因为离中超转会窗口关闭时间已不多 但是伊瓜因迟疑不决 因为他更倾向于前往英超加盟蓝军切尔西 但是切尔西很明确表示转会费不会高于5000万欧 那么这样一来 三双的胶着导致这笔转会交易还处于待定 对于伊瓜因 或许阿根廷球迷并不陌生 曾效力于欧洲多个顶级豪门俱乐部 如黄马等 如今转战一甲尤文图斯 也一度获得过一甲金靴 而且打破单赛季进球记录 6000万的欧的转会费 对于中超球队来说并不困难 若最终伊瓜因登陆中超 势必成为今下新的中超标榜 那么楚马斯切拉诺埃 又伊阿根廷顶级巨星加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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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